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怪臺 如此的淋虐亞洲 東亞一變又一變 葡萄桑颱風也看要散了 沒死透 就要二度登陸上海 而日本韓國更慘 你現在看到是日本的能登半島 年初記得嗎 那一場地震震災還沒復原 災區的雨水又來肆虐 災民他們哭喊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我們受害 對 這個颱風造成很多的傷害 這裡是哪裡的 這裡就是日本的能登半島 還記不記得今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強震導致300人死亡 強震之後呢 他很多的房子其實都怎麼樣 都已經被摧毀殆盡了 大家住在哪裡 住在組合屋裡面 只有幾戶人家 他還有自己的房子 結果沒想到 組合屋有辦法抵擋這些豪雨嗎 沒有辦法 怎麼又是我們 然後呢 有一些人呢 其實你空拍來看 一片汪洋 那剩下的有些人的房子 已經是勉強可以住的時候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導播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四個住家 竟然是直接活生生的 被這些豪雨變成了洪水 給帶走 然後帶走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他就 砰砰砰砰砰 就整個就被掀起來了 好 那掀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些人他是怎麼樣 他是趕快要逃到這個屋頂上面去 要躲 那為什麼躲到屋頂上去 因為這個水一直上來一直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屋頂的 好 畫面來了 他們躲在屋頂上面 可是這個空拍機拍下去的時候 原本是躲在屋頂上 是可以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他水位沒那麼高 可是來不及 沒有人去救援他們 結果等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整個房子被沖毀 所以你在屋頂上 你是不是安全的 你不是 因為當你的地基被沖掉的時候呢 你的房子一起 站都站不住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 你這畫面後面還有 你知道嗎 這個畫面下去之後呢 這個房子變成是一個凶器 因為他們在水裡 在福在省的情況之下 又被他們這些 裡面的一些家具 家具給打到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對能登來講 他們真的是覺得 怎麼會這麼可怕 另外來說 看這個黑布峽谷 它非常的有名 有名什麼 它的觀光列車 一般來講 搭火車就是每一站每一站下馬 可是那黑布峽谷這邊的話 它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觀光列車 然後上面有一些可以吃飯的東西 所以非常的有名 可是你看 也是因為好雨 所以那些土石流現在砸進去哪裡 砸到了這一個隧道裡面 幸好這一個火車 緊急的煞車 沒有衝到隧道裡面 如果它是衝進去隧道裡面 然後土石流又陷去的話 那你不就是活埋在隧道裡面嗎 所以這個來看 在日本能登這一塊 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慘烈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的是 葡萄桑 它已經化為熱帶低壓的餘孽 還在這個地方肆虐 它很恐怖的是 就是中國上海 上海它兩度登陸 沒死透兩度登陸 然後終於死了 慢慢變成了熱帶低壓 居然重創日本的能登半島 還沒完 南韓也很慘 南韓也非常的慘 它熱帶氣壓以後 它變成說非常非常多的雨 它的風沒有那麼強了 可是它雨非常的多 你知道嗎 在南韓這個地方它竟然是200年一遇的雨水量 什麼意思呢 平常一個月的雨量 它竟然在一個小時之內 聚集啊 你想想看一個小時 感覺像是打開了一個水龍頭 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你再強的一個地下排水系統 都沒有辦法排除掉 好 另外來講釜山 釜山這邊的話 這個畫面看起來也真的是出目驚心 人家講最近新竹有這個工地有天坑 它這個天坑有多大 是它整個貨車 貨車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小轎車 兩個一起掉進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麼大的天坑 它長寬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代表說 它的這個豪雨啊 已經把地基給掏空了 掏空完之後呢 你隨時你開車或是走在路上 就像是什麼 地雷一樣 你不小心一碰到 天坑砸下去 人就掉進去了 好 我們就要講到 這個葡萄桑太詭異了 居然二進二出 眼看就要閃了 沒死透 又二度襲擊上海 上海人不被嚇傻了 上海人想說你走了就走了嘛 我送你離開 你怎麼二次登陸 二次登陸 它六個小時下了300公里的雨量 你知道嗎 以上海來說的話 他們一年來12個月 最多的月份是6月 6月它一個月 是一年裡面最多下雨的月份 它一年一個月也才下160公里 你六個小時就下了兩個月的量 那你說這個地方來講 上海浦東 是不是最豪華的地方 夜生活 夜上海就在普通的地方 你看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你還可以看到它的夜豪華 夜上海的豪華嗎 大家就在水箱澤國裡面 你一眼看不出來那些豪氣 一些美麗 好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影片看下去 你真的會哭了 公車司機打四伯在開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很尷尬 因為水已經淹到你半生了 但是呢 你車上還有人 他們說搭公交車 怎麼變成公交船了 你在車子裡面你也要穿上雨衣 你也要打好雨鞋 為什麼呢 因為水淹得太高了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不要看這個畫面好像很有趣 其實這非常的危險 因為在行事時中 如果到最後失去了這個 抓地理 可能連上面那個人都一起被沖走 好 這個是在公車來講 你說你不要出行 那我待在家裡安全了 沒問題嘛 欸 這個是什麼 露台變成了無邊際游泳池 這個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家的豪宅 豪宅有個露台 這露台看過去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雨下的太大了 所以呢 它的落水頭根本就已經堵住 堵住的情況之下 這個水你不把它給清除掉 它會跑到房間裡面 所以呢 這個大叔大爺 他得要冒著生命危險 自己站在這地方搖水 很多鄰居就說 別搖了別搖了 弄一弄 如果不小心 你掉下去怎麼辦 那雨太大的時候 你的住家變這樣子 那 遊樂場呢 遊樂場來講 小朋友最喜歡去的遊樂場 你可以看到 只剩一些比較高的地方 這些遊樂設施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是配泡在這個泥巴裡面 這個就算水退掉 也不知道要幾個禮拜 甚至要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把這些東西給清掃完 好 看完上海 好 很好的上海變成這樣子 你說河南呢 河南更慘 河南的一個基礎設施 原本就不高了嘛 不強的基礎設施 你看變成這個樣子 非常多河南的網友啊 拍了一下影片 然後呢 抱怨一件事情 他就說 解放軍你要來救救我們啊 政府怎麼不見了 他說 過去來講 這種河南 已經不算是一線城市了 所以呢 很多人 弄了一些小違建 政府馬上來拆 誒 煙成這樣子 你怎麼都不來拆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河南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什麼任務 生產糧食 對 它是很重要的糧倉 對 它是糧倉 然後呢 你看它的糧食產量 全國第一 全國第一什麼意思 它的單位產量是全國第一 它的總產量也是全國第一 當你煙成這樣子的話 你想想看 你接下來會遇到什麼狀況 你會欠收 欠收的話 你會變成 大家吃不到東西 又有災荒 所以呢 這些來講 不只是極端氣候 甚至在這種情況 你可以看到 河南有民眾 在雨中 洪水中 怎麼辦呢 只好繼續騎 你不要以為 他在拍影片 他這個手 放在下面有沒有 其實他是騎了一台 電瓶車 我也覺得很神奇 沒想到 烏漏偏逢連夜雨 居然 連老天爺都來攪貨 究竟來講的話 上海這些沿岸比較富裕的城市 都是這個狀況 貝必加興奇 興奇的情況之下呢 很多的房子 幾乎真的是 風牆宇宙 全部都被吹垮 然後生成很多東西都被吹走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來了 貝必加才剛襲擊上海 接著葡萄桑 另外一個颱風 也是尋它的路徑 又要再來一次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根本就還沒修復 你又要來一次 這個是哪裡 這是上海的一個 貝必加欣喜的情況 這個是在賣場裡面 不是在露天的賣場 結果風牆宇宙 不但是有這些貨櫃艇 直接被吹走 還有人直接被衝到 好像是滑壘一樣 直接從一樓 一路往裡面去衝 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屋內都這麼嚴重 屋外 室外來看一下 室外的話 牆風大樓的整面牆壁被吹了下來 這真的是嚇死人了 很多人說你這是豆腐紮工程 可是你看一整面牆 你的外牆 這看起來好像是二釘掛的 可是你也沒把它弄好 結果下面大家在拍 用手機拍照的 如果一不小心砸到頭怎麼辦 好 另外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是整塊砸向道路的 這個畫面也是很可怕 你根本就沒有做一個 強固的工程 你知道颱風要來了 但是你沒把這個屋頂都弄好 所以他就是風一吹 整個就吹起來 吹起來之後砸下去 幸好沒有人經過 不然就直接變成 這個會造成重傷害 另外來說 還有一個小吃店的老闆 你看喔 這個小吃店的老闆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福大命大 你看 你要去看看說 外面的風雨有沒有怎麼樣 結果你看 他在傾身兩秒鐘 我們看到南韓 居然遇到了200年一遇的 超人超驚人的豪雨 他們形容這個叫做隱形美雨 美雨就美雨 為什麼叫隱形美雨 對 因為我們講 各地事實上極端氣候 都在陸陸續續發生當中 但一樣南韓呢 也出現這種非常誇張的狀況 為什麼叫誇張 他們評估這個叫200年一遇 也就是200年才遇到一次 律書宇學 真的假的 200年前南韓 還有這種大氣科學統計嗎 不是啦 他們是在講說什麼 根據這種降雨的形態 這種臨時暴雨的形態 過去根本不曾發生過嘛 因為他們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逆中戰機 如同逆中戰機一樣的逆中美雨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來無影 去無蹤 說來就來 完全沒辦法預警 完全沒辦法預告 就比如說你還沒有看到的時候 砰一下 大雨下來了 然後就瞬間 各位你看這個畫面 欸 這個是橡皮艇耶 你以為這是在河道口嗎 沒有耶 這在路上面耶 這在路上竟然就發生這種奇怪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講連南韓都遇到這種情形 下不完的大雨 退不了的洪水 整個中國開啟了看海模式 現在居然興起了一種呼求 呼叫習主席 習主席 你在哪裡啊 因為中國最喜歡講說 哎呀我們這個氣候啊 是幾年一遇啊 百年一遇啊 千年一遇啊 結果他們現在等下更改這個說法了 為什麼 因為2024的中國氣候的變化 藍皮疏 不好意思 以前你說50年一夾子才遇到一次對不對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種 淹水的畫面 不好意思 以後變成年年都遇 每年恐怕都會遇到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你湖北來講 湖北有許多民眾他們就是在幹嘛 原本是在地下室 結果地下室理論上停完車之後 你要往上衝 不是啦 傑克 傑克 這個人往下衝欸 我不講你還以為是什麼滑水樂園 而且我以為放快動作 他就這麼強 不不不 沒放快 各位 我們這個是原倍數 水流就這麼強 人就這樣直接衝下來 所以他們等於是 本來停完車要往上走 說 我哪逗退路 全部人都被水往下衝 而且是衝到底下 所以最後他們怎麼樣 還好 趕快找地方巴著 然後站緊腳步 往這個有樓梯的地方 去逃竄嘛 因為水流才太急太快 但有些地方 你想跑也跑不掉 比如說我們一個山東 山東這個地方呢 大雨就算 他剛好遇到什麼 大風 就各位你現在看到這個 他等於是走著走著 突然間旁邊的牆底 蹦一下 因為又下雨 又有風 就把這些情侶 原本撐著傘 叫做我的傘怎麼這麼重 就直接被牆壁 整個壓倒在地 所以有所幸的 最後是你看 旁邊的人很好心 趕快把他們這個 抬起來拉起來 最後就走 而這個所謂的暴雨的現象 因為各位 南到北換 已經呈現了全區域的狀況 中國就連鄭州這個地方 他們都講 開車 以後車子 我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說 要會游泳的車子 要會在水中兩棲的車子 真的需要 為什麼 你自己看嘛 這個車子開著開著 搞得跟乘船一樣 他們就說 欸 我本來是要通個旗而已 沒想到 帶著我的女朋友 帶著我的男朋友 瞬間變成海邊 來看海上海了 這一點都不浪漫啦 這很要命 好啦 你說 這個底盤低 這個叫做自小客 那我搭客運 搭他們的公交車 底盤高一些 至少看海 看遠一點 安全一點嘛 就像立列的來行啊 因為公車 它底盤通常都比較高嘛 對不對 你要淹到公車 很困難 因為甚至上下車司機 還要跟你講什麼 小心喔 很高喔 有空氣 落差 結果不是 他們現在整個連公車來 各位就已經看到了 都淹到水了 而且你看喔 這個水是什麼 持續在流動的代表 外面的水的高度 已經遠遠超過公車的門檻 而且直接滲透進去 但你仔細注意到 最詭異的現象是什麼 大家都很淡定 你看 還有乘客在那邊滑手機 明明腳下有水 他根本就無所謂 你知道為什麼嗎 灌溪灌溪啊 你看那個司機 水還一直湧進來 對對對 我就當涼快雨 這個瓜風下雨 我就當做老天爺 對我的考驗 他就繼續開 繼續開 根本無所謂 因為已經習慣了嘛 反正還開得下去就好 但是來到重慶這個地方 就沒那麼幸運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暴雨一樣 只不過這次倒灌的 不是公車 是整個城鎮都被河水倒灌 甚至有路面 各位淹到這個高度 你會嚇死人 你知道多高嗎 三米高 三米是一層樓會淹死人 三公尺高 理論上三公尺這個數字 你會在哪裡看到 房屋挑高三米 非常的寬寬 賣房子才會看到三米 代表你直接淹掉一層樓 天花板 所以你看 整個所有房屋 全部幾乎都滅底 比如說我們現在畫面上 看到了 你看 全部載服載成 這是什麼狀況 但你講 發生了這麼多的狀況 如果在台灣的話 會有什麼情況 總統得要勘災 行政院長得要勘災 副總統得要勘災 但中國有誰 中國有習主席 在習主席 有沒有去勘災 沒有 他們說不對啊 習主席 你人到底在哪裡啊 為什麼 我們感覺你還在歌舞生平 南韓 朝逢兩百年一遇的暴雨 可以下到多大 南韓這個雨 下到什麼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畫面 現在來講 這是要極限暴雨 有個建築工地 建築工地呢 它有這個擋土牆 結果呢 雨下著下著下著 結果擋土牆竟然就崩了 崩了之後呢 你看就這個畫面 你在下雨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已經是氣好的喔 它應該是來擋土的 但一下來之後呢 崩下去之後呢 旁邊打到了誰 倒掉了 打到了車子 打到了民宅 那大家回頭就去想嘛 過去來說的話 都有一些一個建築的法規 如果你真的有核武法規 應該是可以 除非是這個雨真的下了太大 南韓除了下暴雨之外的話 還有惡靈局 最怕的就是你給我偷偷開水 好 北韓深夜偷開水壩洩洪 南韓說 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你上游要洩洪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麼 警告 你要發簡訊 你要發通知 告訴大家說 我什麼時候要洩洪 所以呢你要做好準備 如果你都沒有警告 都沒有通知 啪啦啪啦 嘻哩呼嚕下來的話 那中下游的人 不就顯得很倒楣嗎 這個就是一個暴雨 遇到的惡靈局 無止境的中國洪災 全境蔓延 人逃命都不會呼啊 你看動物園 老虎猛獸 關在籠子裡 眼看水一寸一寸 漲上來怎麼辦 快要滅頂了 實在太嚴重 讓人炸鍋的 不是天災 往往是人禍 中國公安居然眼睜睜 看著災民 被衝走 欸你就無聊無聊 卻在這個現場 這一幕更讓人惱火 明明積水不高 只有到腳踝 你還故意在那邊擺拍裝盲 會不會太誇張了 對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次來講 陝西寶金 你真的可以完全看到 什麼叫做天災人禍 擺在一起 陝西寶金這邊來講的話 它是先是有這個梅雨 然後呢強降雨之後呢 竟然上面又來開洪 洩洪水壩洩洪 所以呢他們可以看到說 它慢慢的慢慢的 水淹上來欸 它不是一覺醒來之後 哎呦雨下太大 而是全部的東西 天災人禍 加在一起 把它給弄出來的 這個是在寶金的動物園 當它水 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慢慢的沖起來之後呢 人都去逃難了 人去逃難之後呢 動物怎麼辦 你看這些動物 他們也想逃吧 可是他們 關在鐵籠子裡面 所有東西都盡量往上爬 有些沒辦法攀爬的 就怎麼辦 慢慢的等 慢慢的等 它那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珍珠雞 算是他們類似寶玉類的 逃不掉 最後就活活淹死 所以你看到這些動物 它搶盡辦法要來逃命 然後往上抓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是 好殘酷喔 這位新人 過去來講 我們讀書都念到一句嘛 百年修得同傳度 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時間已經定了 即時即日已經定下去了 然後就說好吧 那就算了 那醃水怎麼辦呢 大家把這木筏拿一拿 然後呢 紅頭雞鋪上去之後呢 大家一起走 我覺得這雖然是苦中作熱啊 河南呢 睡著睡著 他覺得說 我自己夢遊了嗎 我怎麼感覺上 床在飄 人在搖 這不是一首歌喔 一叫醒來他看到什麼 你看到這一坨 你以為是什麼 這是他的棉被 他抱著我的 他抱著自己的棉被說 天啊 水怎麼淹上來了 淹到哪裡 淹到腰部這麼高 然後呢 整個床都扑起來了 你就看到大家 真的是 太苦了 但是你為了生活 你是不是還得要出去外面 至少去找東西吃嘛 這個老先生呢 河南的老人家 他騎三輪車 想要涉險渡水 結果沒想到一個 因為你過去來講的話 就遇到一個 這個下去之後呢 人就飄走了 飄走之後呢 幸好有民眾 非常勇敢啊 積極就 跳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前面是馬路 還是水路 如果跟這個阿伯一樣 你也弄到一個窟窿的話 你是不是拉不回來 那這種情況 這麼危急的時候 你要想說 官方呢 官方在哪裡 這個畫面 官方出來了 官方的一個強救員 你看喔 所有的災民 全部上去橡皮艇 然後呢 我們123 123 要把人給拉走 這畫面哪裡怪 你有沒有發現 不就是水淹的不深啊 你幹嘛 那些人可以下來走啊 你這是幹嘛啊 這個狀況來講的就是 我們剛才前面說的 這個老先生被水沖走 沒有人去救 這個呢 其實就是兩個字 簡單來講 擺拍 因為他的水 因為他的水直到這個腳踝 所以當大家上去之後呢 你根本拉不動這個橡皮艇嘛 123 123去拉 可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巨像哥 你觀察上面的人 你有覺得他有在危急嗎 沒有 你覺得他有像前面那個阿伯啊 喊救命嗎 他們只是演員 演員 因為你看到他還拿著扇子在納涼 然後看到這些收救人員 拉不動的時候呢 還有人忍不住笑得出來 所以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各地都有災情 但是呢 官方只要做一件事情 擺拍 擺拍完就好了 如果是真心的話 你就到有災難的地方去嘛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給你看 真的有災難 這個人 這個先生呢 他那時候弄了一個 藍色的一個香菇 啊搞壞 我可以拉著嘛 對不對 不然下面水都沖走 那這兩個公安呢 你不覺得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看戲耶 然後呢 上面其實是有人在喊 他說 救他救他 其他民眾救他 然後就意思意思 走過去一下 這兩個公安的腳步 如此的緩慢而淡定 欸 這個是馬上要被滅頂的一個人 活生生在你面前 你不著急嗎 他就這樣子 直接被衝走了 那這畫面 董博我們再看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是因為公安也不想下去 水慢慢的淹上來之後呢 這兩個公安 還看了一下自己的皮鞋 哇 如果再走下去 我皮鞋不就失掉了嗎 所以呢 在假裝要伸手 但是呢 不想弄失自己 當這個人 這個先生 想要伸手去抓公安的時候呢 沒想到公安竟然就放手了 我們一路看到了 中國舊經濟 的確陷在了極端天候的泥澳當中 放水淹百姓 難道已經變成日常了嗎 細思極恐 河北的桌州慘被洪水肆虐 救災還沒騰出手來喔 黑龍江居然又傳出了 無預警的洩洪 淹掉了整個村莊 不見了 沒有想到同一個時間 四川的雅鞍 知名的漁林霸這個地方 無預警的洩洪 這什麼畫面啊 11個遊客被衝走 在那邊掙扎 在那邊浮沉 最後七個人當場面頂 對 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在中國大陸那個地方 現在到底怎麼辦啊 這個好雨成災 而且竟然是無預警的一個洩洪 我們先看一下 黑龍江的寧安市這裡啊 因為最近淹大水 淹大水的情況之下 其實慢慢這兩天 這個災情才傳出來 這個地方是哪邊 黑龍江周邊的寧安市 寧安市竟然整個滅村 竟然這個原本呢 都是房屋 都是糧田 因為黑龍江本來 就是主要的一個糧倉 然後呢 因為洩洪 然後再加上洪水 洪洪 都不見了 現在都不見了 只剩幾個人逃出來 那幾個人逃出來的訊息 才慢慢的這個被披露出來 他們就說 都沒有了 家裡人都不見了 就剩下這幾個人 但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來繼續求救 什麼都沒有了 為什麼一樣的悲劇 一再的複製 就在過去這半個月之內 你看到了 杜蘇瑞颱風 現在卡努颱風 接連受創 已經跟你講 河北桌州 你這樣放水淹河北 去保北京 已經被罵到爆炸了 黑龍江沒有在怕的 照淹欸 對 現在就是說 他們做成一個習慣 反正如果水往低處走 或許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保住 所以他們就給它淹下去 好 河北的災民 就覺得很生氣 說這個東西 我們一定要去呈抗 我們一定要去表達 我們的這個這個 結果沒有想到 特警來了 不是來幫他們 來保持秩序的 直接動手抓人 然後大家就有說 我們這個身家性命 全部被淹掉了 我們來跟領導講幾句 我們跟省委書記見個面 不行嗎 不行 直接動手抓人 然後一個一個被打 他們就說奇怪 你不是說我們是 人民是江山嗎 難道你現在可以來打江山嗎 那現在有人說呢 從來政府都不解決問題 解決什麼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現在來說 包括河北 包括濁州 濁州已經到目前為止 淹了那麼久的時間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把整個洪水給退掉 那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他們要去保哪裡 雄安新村 因為雄安新村是習近平 他拿出來的千年大忌 國家大事 所以到目前為止 都是這個狀況 實在不願意這麼說 但是你看到一而再 再而三 難道洩洪 淹水 淹百姓 已經變成了現在的日常了嗎 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有需要 他們就洩洪 而且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都是先洩洪再說 就像跟我們從黑龍江 講到了四川水的雅安寺 先看一下這個照片 為什麼叫魚鱗吧 因為這個東西 像不像是很漂亮的魚鱗 很多人來這個地方 細水拍照 拍王 拍那個美美的王美照 結果拍著拍著 竟然沒有想到 上游洩洪了 洩洪都沒有講 你看 原本這些水指到哪裡 指到他的腳踝 還可以拍照 水下來之後 砰砰砰砰 看得出來還是魚鱗 可是上面多了幾個人 在那邊再扶再承 總共拍照的人 十一個人 最後想盡辦法去撈去救 救回多少人 其實救回來四個人 另外七個在下游找到 已經往生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從黑龍江 從濁州一直到四川 接二連三的洩洪 淹水 淹百姓 沒命 對 大家在問了 什麼時候 中國你不能先講一聲嗎 你有把人命當命嗎 現在來講的話 到2023年北京的大洪水 其實就是講說 津津濟濟熱地方 你河北 你就得要承受 當成首都的蓄洩洪池 你河北 濁州你就要承受 保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雄安新村 好 2020年大家也記不記得 三峽大報 那個時候 其實被人家外面 有人講說 三峽大壩的壩體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還有一些裂縫 要不要走 結果中共官方說 沒事的 我們三峽大壩 是非常堅挺的個體 沒有問題了 但是突然之間就泄洪了 所以整個宜昌倒霉 這個宜昌就給淹掉了 那大家就想說 如果三峽大壩的壩體 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要突然之間泄洪 而且泄洪之後 隔天才發布消息 那你都已經 把這個洪水給淹下來了嘛 史上第一個 從南到北 貫穿整個朝鮮半島的颱風 卡努颱風 嚇死人 這什麼 瘋狗辣 直撥撥著撥著 居然被吞了 對 俊大哥 所以這像是什麼 像是火車過山洞 直接迎面而來 就直接撞上了 但對比過去 卡努颱風來到臺灣 的確當時風雨很強 但我們必須講 韓國有之過之無不及 來我們先看這個 當時就有一個直播組 南韓的直播組 特別跑到海邊說 哎呀我要拍瘋狗浪 然後你看 還一副這個 這個無所謂的樣子 感覺沒什麼了不起 結果呢 他在拍攝到一半的過子當中 竟然真的瘋狗浪就來了 而且是迎面 打三峰 你看這個畫面多精手 包括車子 他是直接灌到道路上 他沒有特別跑到說 堤防或什麼地方 你就知道多嚴重 所以他被這個風口浪 給襲擊之後呢 還好人沒什麼事情 但嚇到直播立刻就關閉 但不只這個 我們再下一個畫面 看到南韓的街道 你可以看到這個街道 像什麼 泥沙滾滾 而且漫水 你看 現在看到 這個上面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海嘯吧 這是貨櫃屋 所以這不是在海邊 這是貨櫃屋 然後直接海浪的這個河水 這個一面襲來 直接連貨櫃屋都大到可以推動 然後你可以看到 開車行駛在路上 像是行駛在一片汪洋 而且不只是泥沙 一些碎物雜物通通漂流在路上 來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至高的畫面 更加清楚 整個所謂的河水 泄出來的地方 本來應該是要來排泄雨水 排泄這個相關的這些積水 但沒有想到水量太大了 所以滾滾襲擊而來 在畫面看到這是誰 這是一個人 直接被河水沖著沖 因為他有點斜坡的這個狀態 直接從上方往下方 連走都走不動 人還被水沖著走 你就知道整個南韓 目前陷入狀況有多嚴重 這個熱就熱得要死 水一淹就暴雨成災 影響經濟的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天災 台灣歷經了凱米重創 善後如火如荼 而在中國你看到 它登陸上去之後 威力十足驚人 毛澤東家鄉湖南湘潭 江水潰堤 山坡滑落 沖進民宅 淹了好幾十個人 聖地告急了 整個中國媒體登上了頭條 極端天氣肆虐 中國啊 連聖地都無法倖免 經濟不好 現在災情又來攪局 沒想到中國前領導人 也是他們的第一任領導人 毛澤東的家鄉 湖南湘潭市的湘潭縣 你從空中空拍的畫面 你會發現 已經全部出現了 水湘澤國水淹湘潭的 這樣一個災情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要回退到上禮拜六日 他們有一個就是我們說的支流 就湘江第一大支流捐水 沒想到這個捐水呢 竟然超出了它歷史史上最高水位 所以呢 他們的核堤 堤口 絕口了 就我們講了核堤 虧堤 那絕口通常一開始都是小小的 20公尺而已 可沒想到呢 從白天的20公尺到了晚上 擴大成50公尺 那你現在看到 那這一絕口就是河水倒灌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湘潭市的湘潭縣 其實就是一個地級 就是地方的一個地級的城市 那照道理呢 是不會有這麼多的救難人員 解放軍 或者是由央視親自報導 為何 因為它的歷史地理背景相當重要嘛 它是我剛才說的 算是毛澤東的家鄉 就是一種聖地 加上歷史的背景 所以呢 央視破天荒 以緊急報導的方式 來做一個插播 此外呢 現場還派了 包括有 60艘的州庭 600名解放軍 200 200餘民的救難人員 110台的專業 這個裝備 因為此地 不可以讓它 這個過於受損 另外在衡陽的越嶺村 則是在禮拜天上午一樣 發生了山體坡體滑坡 大家看一下 那個山體滑坡 造成最可怕的災情 當然就是土石流 這個巨石下來一砸 結果呢 沒有想到 這個我們說的一個民宿 半山腰的民宿 看到沒 大概就幾層樓的建築 立刻被這土石流給掩埋 你知道裡面有人嗎 報告主持人 我跟各位說 還有一個叫做 稱州 稱州的執行室呢 則是有被民眾拍到 這個滾滾洪水一來 結果一艘船 你看 真的是十萬火急 前軍運法就撞到了一個 我們說的水電站 翻了 翻了 等一下 天台有人嗎 對齁 很像有沒有人 我們應該趕快了解一下 撞上水電站 10秒後船體沉默 整個就直接從他們的下方 霸體那邊跑 不要走 還好 報告主持人 沒人 好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當時在拍的人 更不知道沒人 他當時整個心揪在一塊 他心裡想船上的人全軍覆沒 好 那剛才講到 湖蘭的稱州之興市 還有一個狀況 也是讓人家看了 覺得非常緊急 就是有一群人 因為這個洪水來得 迅雷不及掩耳 你去看到 有沒有 這些人在爬繩索啊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水淹 水淹到幾層樓 三樓高 好 我再講一次 水淹到三樓高 其實我這三戶人家就被困 那這時候救難人員呢 他沒有辦法渡過這滾滾洪水 怎麼辦 你只能架繩索啊 最後是用橫渡轉移的方式 哎呀 真的 稱州啊 他真的是水淹的 讓大家破步 沒有辦法立即來應對 長沙 長沙則是有人家裡頭的 這個是進步的城市 可是家裡面你看 怎麼變成水田洞 沒辦法 因為水太大了 那水是用稻的 那可能沒小時破100公里的雨量 所以他家也許可能當時在建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一個偷工解料 或是怎麼樣 反正擋都沒辦法擋就對了 他有想過動物要怎麼撤嗎 一樣 這是在他們的株洲 有看到有人用船 他想要幹嘛 是因為要渡河去避難嗎 不對 船上我看到有東西在動 那是羊啊 他就這樣一船一船的 載他心愛的350頭的羊 你問問到底是怎麼了 不過熱帶低壓不是嗎 我告訴你啊 你這資新事跡象局 還發出他們死上難得一見的 暴雨紅色警報最高警戒 因為這個雨量真的太大了 颱風結構不是散沉的熱帶低壓 怎麼了嗎 你真的沒有想到它從南方登陸 結果那個風雨的裙摆 居然掃到了這麼遠千里之外的東北 觀眾朋友給大家看了一個 非常詭異的畫面 這條江面上那個雨怎麼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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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跳出水面嚇死人 對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 沈陽73年來 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雨 背後造成多恐怖的災情 我知道觀眾朋友一定懵了 那凱米不是海南登陸嗎 你災情不是東南沿海 福建 廣東 浙江 加華中 湖南 陝西等等嗎 怎麼現在我再給大家看的是 瀋陽那是東三省 那是遼寧的畫面 好 你邊看這個水淹瀋陽市區 造成30米天根之魚 我順便給大家科普一下 原來就是這個熱帶低壓 海米它雖然減弱為熱帶低壓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 跟它的雲系 卻在負熱帶高壓 形成了西側於北面的一道牆 順風順水的把它給帶到了東北去 一路向北 所以你去看 瀋陽很多人說 我長這麼大 我沒看過這麼大的雨 還有人講我們瀋陽 我們瀋陽 現在變瀋陽 什麼意思 就是同音不同字的那個瀋陽 那還有人說世界上有五大海洋 我們這裡是第六大海洋 叫瀋陽 那當然這都是民眾在自嘲 因為他們就這輩子沒見過 這一個是什麼畫面中播 我如果不講 你會以為說這個畫面 是不是在播何船 你是不是在播我們之前的 這樣的一個四船 不是 這是瀋陽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瀋陽在東三省 好 所以我剛剛所說 已經破了大陸東北省份 瀋陽降雨是73年的紀錄 是 那剛剛從一個市區空派的畫面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那麼繁華的市區上面 除了大家都是如水行舟之外 還有天坑要閃 30公尺的天坑 就這樣硬生生的 因為道路被水給沖刷 掏空了地基 結果就這樣垮下去了 還好 沒有車掉下去 是 好 你現在看到 這狂風暴雨席捲瀋陽 結果就有一個人 他說我看到了這輩子 都沒見過的景象 就是有一條河流的魚 好像異象 好像異象 就這樣跳起來 這杯也要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這個人他很好奇 他並不是魚被衝到道路上在跳 他還在河裡 他在跳什麼 原來下大雨會導致河水 就是氧氣缺澡 所以魚必須跳起來呼吸 到底要多大的魚 可以打到那個水裡面 讓這些魚呼吸不到足夠的氧氣 真的是要多大的魚 真的要用到的 才可以讓河裡面缺氧 好 在遼寧的隔壁盡頭移到吉林 吉林大家都知道 林江市與壓力江的距離 也就不到一百公里 結果沒想到這壓力江 因為河 江面 好 江水高漲 導致江面已經 水已經倒灌了 所以林江他就在他旁邊 我說距離不到一百公里 林江現在很慘 你去聽 那是什麼聲音 你以為防空警報對不對 你以為是不是中朝 你已經來襲了嗎 對 中朝邊境有出什麼戰狀況 沒有 那個是告訴你 洪水來襲大家快逃 最大的敵人是洪水 已經急到要放防空警報了 對 為了你快逃 你看壓力江的戒碑 不見了 就是下面還有石頭 已經不見了 那你看壓力江左邊 中國 右邊北朝鮮 就是我們講的北韓 對 不曉得北韓那邊怎麼樣 好 那我還是要把焦點 先放在林江志這邊 他為什麼我剛剛說 水淹三層樓必須要放防空警報 你想想看水淹三層樓 那一 二 三樓 一樓知道要逃命 二 三樓有時候會覺得不可能 結果這時候你不可能 你不得不逃 你結果就會困在那 可能會被火灰淹死 為什麼要到三層樓 你去看這是什麼 這隻有橋 好 這是一座橋 這座橋你現在只能看到 它的橋塔的塔尖 其他橋生已經完全不見了 橋入口直接被堵死 怎麼辦 解放軍這時候只能做一招 就是土法煉鋼堆沙包 防止我剛剛所說的壓力江的江水 繼續倒灌 倒灌到市區 就堆沙包 解放軍就通通去那邊堆沙包 不過你現在看到了 東北罕見的 因為就是一個熱帶低壓 被負熱帶高壓帶過來所引起的災情 你有見過下面這個狀況嗎 你看下面這個畫面 網友砸鍋了 就是 市區不是淹水嗎 那我們就用 殘土機 來把這個水給殘走 聽起來想法不錯 但他的做法有錯 你看他把水產過來對不對 接下來他又把這個水產回去 然後他又再把那個水從那邊產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水從那邊產回去 那我叫你來救渣 你在這個地方擺拍 你在玩起水啦你 所以他到底是在擺拍 還是呢他根本就是來這邊 就是並沒有有盡心盡力的災救災 沒有人知道 但覺得你就是在幫到忙嘛 所以中國在暴雨災情 先前才稍稍的得到了一些歇息 你沒想到一個凱米颱風都已經減掉為 熱帶性低壓了 卻還給中國目前的災情雪上加霜啊 觀眾朋友 我們帶你來看到2020年 三峽大壩是一孔全開的噩夢 要再一次捲土重來了嗎 你看他好不容易洞庭湖才成功封堵 現在更麻煩更大的一顆雷來了 三峽大壩撐不住了 今年首度洩洪 直接影響的就是重慶15條河流 通通進入了紅色警戒 水淹三米高 短短一天 已經六條人命啊 而且這就是極端氣候 先來講高溫 你知道現在廣州 竟然看到一個小轎車裡頭 那是什麼 閱讀燈 怎麼會這樣 因為太熱了 整個融化融化就拉絲啊 你知道這是幾度嗎 60度以上 車子裡面不要順便放那種易燃霧餅 高溫會代表什麼 強 就是強對流 強對流 就是強降雨 北京 北京7月12號上禮拜五呢 竟然白天不懂夜的黑白智 白天北京就黑給你看 黑照那個民眾說 這個怎麼回事啊 這個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白天啊 我跟各位講 現在呢 北京之前的狂風暴雨 也隱帶周遭一帶河北啦 陳德啦 也通通都在暴雨 是 那當天民眾拍的時候 他們自己就驚呼說 這個雨很大 可是看不到 因為太黑 這北京的氣象單位 差不多跑去看 因為一千一百個吃手龍頭在排水 甚為壯觀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麼壯觀 就是因為水多啊 水多多到什麼程度 鏡頭移到附近的河北 陳德 陳德現在 現在真的就是我說的急穿氣候嘛 急穿天氣嘛 剛剛你看到是白天變黑夜 現在是什麼雷暴的天氣 變洪水 變土石流 那土石流很多電視器派到的 那都是直接從你家門而過 一過門就毀 一過家就毀 那個你看那個漂流物 包括車子等等 根本沒有辦法來得及預防 你沒有來得及預防 屋頂怎麼辦 屋頂是不夠牢靠 就整個被掀飛啊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 我們之前所講到的華中地帶 現在已經快到華北地帶了 那當然華中華南也都還是在淹 還是在飛狂風暴雨 剛剛提到的華中 華中好不容易把心頭大喚 那個洞庭湖 趕快把它封堵起來 不要再淹了 完了 才安靜三天而已 更可怕的上游 那個三峽大壩 居然開始要重新複製 是2020年11孔全開洩洪的恐怖惡夢嗎 那個驚人的惡夢是發生在2020 2020 8月17號11孔全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首次 三峽大壩無法宣洩這樣壩裡的水量 只好11孔全開 沒想到歷史要重演了嗎 上禮拜 禮拜四 7月11號 中共水利部發布 長江2024第二號洪水 沒想到當天立刻 當機立斷 三孔全開 三孔喔 距離我們11孔還差8孔 我話說的同時 隔天立刻又變開四孔 所以呢 你就發現這次的水量 也是不容小覷 可能也許沒像上次突如其來 但這次也是溫水煮青蛙的開始變高 重慶 光重慶也是直轄市 全市有29條河出現了超警戒的水位 甚至更有16條 是出現了超保證的水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三峽大壩一旦洩洪 那下游一定倒霉 那當然會問 洩洪為什麼你早不洩晚不洩 一定要洩成這樣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還是要平衡地講 你早洩水資源浪費 你晚洩下游有時候可能就來不及撤 我們來看整個下游的畫面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城市重慶 很多地方高高低低 其實最不利於洪水 因為它都會到處串流 因為重慶是三層 我從好幾個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去看 除了你看到我剛才說 三孔又四孔的這樣的一個 宣洩過程甚為壯觀之外 但是下游的老百姓 突然水淹疾腰甚至疾肩 那就可不是鬧著玩的 大家車子家園財產不動產全毀 這個是從上往下拍 河水暴漲底下汪洋一片 那這雨水一旦大 形成土石流 或者形成了洪流 就會出現有人 可能會困於洪水之中 一個老人 這個老人當時呢 他正要過這個洪水 但是呢我告訴你啊 那個洪水有經驗的人就知道 那個沖力之大 而且腳又滑 馬上老人一個時刻就滑倒了 滑倒之後呢 趕快還好大家去扶他 那不是有一個竹竿嗎 好緊張喔 主持人有看到一個竹竿嗎 有喔 他其實已經是扶著竹竿走了 但我剛才說了嘛 不管是沖力也好 或是狡猾也好 另外我們來看 洪水來得又急又猛 因為剛剛說三峽大壩 它在洩洪 那這時候 不只只是土石流 土石流被一旦不斷地沖刷 不斷沖刷 陸基就會出現逃空 剛剛看到三峽大壩 是因為人的音速 建的大壩去洩洪 但是這個散洪爆發 那就不是人的因素 是大自然天災 因為水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從山頂的這個水的來源 你看那個畫面 你不講還以為說 這邊是不是有個瀑布 這邊是不是有個水壩 沒有 這就是山中的這個洪風來的時候 來得泄洪又急又快 好 中國今天給我們看到的 每一個畫面都有一個共通點 這麼多水 都來自於今年整個淹水以來 第一次泄洪的三峽大壩 你不要看那個壩體 剛剛說三孔 四孔 都還沒有四年前的十一孔 有什麼好害怕的 你來看 才四孔而已 就已經死這麼多人 那如果五孔 六孔 七孔 我不敢想像 對 那剛剛講重慶 現在四川一定 當然也是首當其衝 四川的雅江 一樣遇到了山洪泥石流 你看 剛剛有沒有看到 這台車開過去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是運氣好 因為它開過去之後 後面那個山洪 整個土石流才開始下來 而你就會發現 我剛所說的 不管是人造的大壩 或者是天災的這個山洪爆發 它都是來於瞬間 一瞬間就看你的運氣如何了 土石流衝下來是追著車子跑 那剛剛說了北京 又說了重慶兩個直轄市 但其實還是不要忽略華中地帶 湖北 湖北的襄陽也是很慘 剛剛說的這些暴雨 其實我覺得中國大陸啊 大概是無一幸免 全部都遭到這波的強降雨 整座城市像是泡在咖啡湯裡 告訴大家 這麼多水也跟三峽大壩直接相關啊 對 都是牽扯的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那這次的湖北襄陽水的高度 從剛剛水淹車頂就看得出來 已經超過一公尺以上 當地也是緊急洩洪 你看 產車都出現了 這個挖土機的山貓出來救人 不管是你所有的這個騎機車的 還是所有路過的人 都只能靠山貓來救你了 因為上游一旦洩洪 下游就會淹成一片 而且這些導致水深其妖的積水 也會讓很多的洪水不斷地來回沖刷 再往下游走 一樣是順著這個長江 一路淹到下游去 這畫面太匪夷所思 總部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怎麼可能出現這樣子的畫面 太驚悚了 是 鏡頭在安徽的楚州 你看這些魚不斷地在那裡跳 剛剛說不管是山洪爆發也好 還是水壩的洩洪也好 可是怎麼會有這麼多魚 那就算了 那為什麼要跳 民族懷疑很可能是當地漏電 所以導致這些魚被電起來 跳起來了 縱冠所述 你會發現我剛所說的 這樣的一個強降雨 它全中國都籠罩在 這片的狂風倒雨之中 如果再加上我們的霸體 在泄洪的過程 時機一旦沒有拉準 小心要重逢2020再次的洗孔 那驚人的噩夢 習近平說中國人的犯法 牢牢捧在手掌心 前面是人禍 再來連天災 老天爺都不幫忙啊 所以坦白講 如果我是中國人 我什麼都不會相信的 我直接就會跑到產地 跑到地裡面 自己去割麥子 自己去割西瓜自己來吃 但你不知道 等到中國如果跑到產地 就會發現 完蛋 為什麼 產地怎麼通通都沒有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講 南遭北漢 南遭北漢嗎 北方種什麼 有玉米 就玉米 不好意思 太陽太大了 打開了 整個延後 我們講才能夠收成 就南方你以為想要去吃這種好吃的稻米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整個都已經被洪水沖走 所以以前習近平在講句話說 哎呀 糧食安全 就是我們的國家安全 糧食安全 世衛國家安全 你們現在國家有危險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糧食出現大危機 極端氣勒的關係 而且甚至是我們講 這是天災啊 但還有人禍的部分啊 中國甚至常常傳出說 淹水淹水 結果後來發現說 根本不是雨下太大 是什麼 是因為官方 整天都在洩洪 比如說以這次為例好了 湖南 總共有87個水庫 他們講中國恐怕是數以萬計的水庫 每個都跟核彈一樣 危險危險 87個 吳玉琴 同時洩洪 就各位現在看到的畫面 它全部的水可以全部倒出來 結果你知道下游發生什麼嗎 動物農場直接被淹死 然後人的家裡的家破人亡 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農場的畫面 拜託啊 哎 你看那什麼 那豬子呢 全都泡在水裡面 全部都會煙死 所以導致說 民眾只能夠怎麼樣 政府不救我們 我們只能自救 有一個女子就是這樣子 他就開車開車 然後過橋下 就過這個水寒洞 結果水了 淹上來了 淹上來了 這個男子很英勇 說來來來 我來救你 他直接用手 就把這個車窗 有沒有看到 徒手把車窗 砰砰砰 先敲碎 用手敲 再整個撕下來 把這個女子給救出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們講說 因為泡水車問題 太嚴重了 所以中國各地現在怎麼樣 他們說以後我們造水 要有一個新方向 中國是不是最愛宣揚自己的兩棲登陸艦 那我們以後乾脆坐這種兩棲登陸車 會游泳的車子好了 否則我們實在不知道 連吃個飯 都變流水席了 極端天氣之下的危機最前線 觀眾朋友 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昨天才跟您說 2024湖南的一號洪水剛剛形成 洞庭湖水濱臨城下 可是今天 你在看到的是 端午節剛剛過的蜜羅江水 出現了70年來的最高水位 它淹過了兩層樓高 更高 已經漫過了堤防 淹進了平江縣 整個縣城告急 甚至發出了 告父老鄉親書 這麼危急 現在來講的話 湖南真的是陷入了一個 空前的一個困境 現在來說的話 尤其在平江的地方 暴雨 洪水 沉災 到處都是求救的聲音 尤其是蜜羅江 我們先大家科普一下 蜜羅江這個空派畫面 你看過去 真的是把一樓已經淹完了 你現在看到的屋頂 很多都是二樓的屋頂 那這些東西都是搬出來的 就是直接放在路上 沒有地方可以逃了 蜜羅江其實是兩條漿水 蜜水跟羅水 然後在湖南會流之後 才叫蜜羅江 所以當上面一直下雨 然後兩個會流之後 你就知道說 這整個淹出去 是不是有多可怕 現在來說的話 到處都是網路上面 大家都是求救的一個聲音 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地方 水已經沒有一樓了 看這畫面 這都是二三樓 大家都跑去屋頂上面求救 甚至有些地方是缺糧缺水 甚至還有這個小朋友的幼兒園 都告訴大家 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辦 因為有些村莊 還曾經一度發生斷連 所以很多狀況就說 如果慢慢的資訊出來的話 恐怕在湖南平江這地方 還有更多的災情會傳出 災情的最高點 會是洪水的洪風過境的時候 現在可怕的是 這個最嚴重的時刻還沒來 對 現在恐怕後面還有更可怕的時候 好 蜜羅江現在來講 平江站這地方出現了 1954年來最高水位 什麼叫做1954年來的最高水位 就是有氣象紀錄以來的最高水位 所以如果你用氣象紀錄來算的話 那可能就是歷史以來的最高水位 現在來說的話 它超過警戒線 多少呢 7.15米 什麼叫7.15米 就是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水出來之後 所有的車子都已經被滅頂了 7.15米代表說 這是兩層樓的高度 一層樓三公尺 所以7.15米離了兩層樓 然後你在平江站這個地方 你該怎麼樣去逃呢 你沒有地方可以逃 因為你的一二樓都沒了 所以你就只能往上去走 可是你往上去走的話 現在講的後面還說是 紅風還未過 所以你現在還持續下雨 紅風還等著來 所以你這個7.15米 恐怕還要繼續往上疊加 所以一樓沒了 二樓沒了 你恐怕接下來是連三樓都會被淹過去了 這個是猶如戰場一般 為什麼我這麼講 平江縣城淹慘了 最慘還沒來 縣政府居然發出了 告父老鄉親同胞書 這個是只有在打仗你才會看到的 對現在來講的話 對抗紅風就是打仗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這個 連媒體都來不及跑啊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一個地方的媒體中心 它的一樓已經被淹掉了 所以你看大家 先把貴重的物品啊 一些攝影機先全部扛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東西用什麼呢 當地縣政府用衝鋒舟 什麼叫衝鋒舟 其實就是橡皮錦啊 後面加了一個馬達 趕快過去救這些媒體記者 然後最難過的是 它上面直接告訴大家 Hashtag是什麼 本台報導本台被淹啊 就是自己就已經被淹了 所以用衝鋒舟把他們趕快給接走 因為後面恐怕還有更多更多的災情會傳出來 老闆我們繼續看畫面 這樣的畫面持續的進行 我們為什麼說最慘的還沒來 因為第一個 紅風還沒過境 第二 上游的水庫拼命的放水 到底是能淹到多慘啊 現在來看平江為什麼這麼慘 因為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是一個匯流的地方 蜜羅江匯流的地方 然後在平江站這個地方呢 當這個河水整個溢流之後呢 它是用灌的 在過去來講 你會聽過海水倒灌 你有沒有聽過河水倒灌 當你的這個直接跨出來之後呢 你就等於打開了一個天然的缺口 這天然缺口告訴你就像什麼 就像水龍頭開了 你停不了 它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呢 這個東西你一二三 恐怕都被淹過去 另外來說的話 水庫 為什麼告訴大家說 水庫沒辦法一定要緊急洩洪 因為你再不洩洪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在這個水庫來講的話 會潰堤啊 所以就告訴你說 不能等了 我也知道你下游已經淹水了 我也知道你已經淹到二樓高了 但是我不放出去的話 水庫會潰堤 所以我就只好開了 那開了之後的話 你變成雨繼續下 你原本的洪水都還沒有退去之後 你又發上水庫的洩洪 那根本就跑不掉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這些會帶來土石流 你過去如果是淹水的話 那我就是爬到屋裡上等救援嘛 可是土石流會帶來什麼狀況 它會帶著泥沙 帶著土石 帶著大的一些岩石 那你下來之後呢 不是淹水而已喔 你就像是什麼樣 像是洪災 黃蟲過去 你會get up 對 你打下去之後 你的房子就會倒塌 倒塌之後 你這些磚塊瓦力 又會變成下一個攻擊的武器 你又繼續往下走的時候 你這些磚塊瓦力 又會去打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從上游 中游 下游 其實一路打下來之後呢 真的是凡經過 都會造成災情 好 水庫在泄洪 下面水排不掉 水越漲越高 漲到連這一座橋都不見了 對 這個地方是湖南的九龍灣吊橋 你想想看 這個九龍灣吊橋照道理說 你下面應該是一個 很高很高的一個空間嘛 可是呢 全部都溢起來了 溢起來之後呢 連這九龍灣吊橋的這個橋面 都被它給沖走 被沖走之後 再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這個水到底有多高 有多恐怕 當第一段你拉到之後啊 你這壓力把它拉下來之後呢 你就一段一段 這個九龍灣吊橋 一下子就被給淹沒了 還有這個省道 你想想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有二十米的長 全部都被掏空 你的柏油路會掉 就是因為你地基 地基被掏空之後呢 你上面的這個柏油 你抓不到力 咬不到東西的時候 就直接衝下來 所以代表說呢 你現在不是你看到的 這麼可怕而已 你恐怕很多的直批 很多的水漲 都已經飽和了 你只要再多下一滴雨 全部都會崩掉 觀眾朋友 八年來首度登陸的 強烈颱風 凱米 現在已經從福州登陸中國了 你現在看到的是 凱米肆虐福建 照樣是威力十足驚人 但是現在更起手的是 颱風還沒來之前 就已經到處狂風暴雨 有多可怕 你看這是從山東 四川 各地傳回來的畫面 要不說 還讓人以為中國一次有四五個颱風罩頂 同步轟炸 是 凱米離開了台灣 大家辛苦了 但是下一個清洗的 就是中國的福建 他已經在昨天晚上七點五十分 登陸了福建的莆田 剛剛你看那個畫面 你會以為凱米只是青台嗎 我之前在節目中跟大家報告 凱米是一個七級風的暴風 半級暴風圈 可是你去看 他當他在福建福田登陸的時候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地形 比較空曠的原因 最大正風劍來到十二級 所以在路上你就看到 每個人直接是被風吹倒 步履滿山那只是小菜而已 幾乎走一走沒有步履了 全部通通就是跌倒 就是雨傘就是直接開花 這整個看起來絕對不像青台 那當然我們講 現在這只是還在福建沿海 跟福州周邊的城市莆田而已 如果台米繼續再往 中國的內陸方向走 加上中國現在很多的 熱氣流對流旺盛所造成的強降雨 這加起來的效應 真的是令人難以想像 馬尾區青州大橋 剛剛是人 現在是車 車好幾噸吧 車這麼高 四公尺高的連結車 就這樣被吹翻 它就是太高了 那個壽風面積這麼大 直接把這個好歹十幾二十噸重有吧 絕對有 就這麼測翻了 所以我認為那十幾噸重 一定是十幾級的震風這樣子 才能夠用測風把它直接給吹翻 好 經過的人都說好恐怖喔 這剛剛確定是颱風而已嗎 是不是打仗啊 福建有村民要出門 出門怎麼出門 走路出門 你想太多了 它只能滑氣頂啊 這個 我這樣講好了 之前你在河南的鄭州 或者你在陝西 或者是說你是在四川看到這樣的情景 你可能已經很為他們感到很心酸了 但現在連福建都要這樣出門 哇 我跟你講喔 你說走路水淹級 水深級腰 水深級這個頸駁這邊 都還是小事 這個直接只能划船出門 再看下一個畫面 福州狂風暴雨到這樣的程度啊 觀眾朋友看 這什麼 這是一個養科場 養科場 對 我們先看福州市區 好 這個是從這個大樓往外拍出去 他根本不敢走出去啊 他說好恐怖 福州就是這一次凱米颱風登陸的地點 就相當於我們在宜蘭的南澳一模一樣的意思 風雨這麼強啊 那就是說颱風是直接先碰撞這裡 直接在這裡撞擊陸地啊 你看那個拍的人就這樣 他說我們在宜蘭州 從沒見過這麼大的狂風暴雨啊 好 我們把鏡頭拉到稍微 就要去一下養科場 這個養科場 你知道說養科 那為了要保護他的這個鵝啊 他就會有一些網子 你通過監視器的鏡頭去看到 這個是以為海嘯來了 真的啊 你看 那這樣是什麼原因 水為什麼會淹到鏡頭這麼高啊 等一下你看喔 等一下鏡頭會黑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整個監視器就直接被狂風暴雨給吹走了 所以這個養科場 不曉得後來那個主人去現場 損失是否慘重啊 毀滅監視器都會直接被毀滅 我在打打開一個深圳 那深圳就在廣東了 但是這個畫面讓人家看了覺得很精手 因為你去看 電交加在黑夜當中 啪 一下 兩下 可能覺得應該夠了吧 該停了吧 沒有 不不不 後面好像說你覺得要停 我別不給你停的那種感覺啊 這天空讓人家覺得很害怕 雷傘電鳴的狂風暴雨 這就是凱米才剛登陸而已啊 這是凱米的第一個現場 觀眾朋友 他還沒有鋪上岸之前 中國已經到處是豪雨洪災圍繞包圍了 所以再加上這一次的凱米 要不講還真讓人以為 好幾個颱風同時在轟炸中國大陸 哪疼得出手來啊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說中國內陸目前還因為熱隊流旺盛 所造成的狂風暴雨 正為他所鼓腦 凱米現在又來是不是重重夾擊 先來看熱隊的強項雨有多可怕 來 這一段的畫面 你會發現 這個人 他騎機車 他要停下來 有一個路人走過去 小姐 你最好別停車 感覺很不妙 有什麼不妙 好 那我先走 一走完 樹倒下來了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違在旦夕千句 這差一兩秒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絕命生死線嗎 這是生命的怪人 這女的這個命大 不過我覺得旁邊那個 真的是她的救命安人 你看下一秒 樹就倒下來 另外有一個很詭異的畫面 這個在老君山 大家看有網友捕捉到 捕捉到天空有飛碟 飛碟 這個飛碟有就算了 他飛碟的中央 彷彿還開啟了一個蟲洞 從這個蟲洞下了暴雨 當然觀眾朋友都知道 這不是飛碟啦 這是雲啦 但這個雲怎麼會跟飛碟十分神似 而且中間就像是開了一個 暴雨蟲洞般 把水往那個區域倒 各位朋友知道一件事情 你說如果今天降雨很平均 對 你可能各地都是只要一兩百毫米 各地都淹水 對 但它是就只降在那個地方 好像彷彿就老天爺指定 就灌在你頭頂上一樣 那讓我覺得那絕對是 可能是單小時就會破一百毫米了 那如果你這麼講 山東的這個地方 他們一定要問說 老天爺啊 你怎麼朝著我頭上灌雨水啊 山東是你想我在華東啊 我跟你華中跟華北 好像有一點遠啊 為什麼我也遭殃 山東的這個是有一個網友 騎電動機車回家 他沿途所拍攝的 他說你告訴我 我眼睛都張不開 我要怎麼騎機車 我跟你講這個就應該要放颱風架了 太可怕了 對 那問題是 報告主持人 他還不是颱風 他不過就只是熱對流強降雨 怎麼怎麼熱 我覺得他不輸百米啊 好啦 他騎機他就停下來 他說我騎不出去啊 我眼睛開不到 我眼睛睜不開 而且你看他拍著拍著 一個大叔又在狂風中 他臉斷掉 那這個不是 就算眼睛不被那個雨水 弄到傷不開 他可能也被疏砸 有名消防員就趕快去出動救人啊 救人 這個消防員你在救人的過程 結果啊 可能還要反被救 他在那個滾滾洪流當中 這四川 四川有名消防員 你有沒有看到 他穿著消防救難的衣服在那邊 載服載成 十萬火急啊 可是你要怎麼救 你去救人不慎 跌落水中 別人要來救你 那怎麼救嘛 這個水很瘋 誰去救他 誰一定都跟著被水拖走啊 結果運氣好 就在那極如星火千鈞一髮之客 你有沒有看到 他抓到那個什麼 抓到岸邊的一根樹枝啊 真的是命大八字獸 所以這逃過一劫 順利游上岸 鏡頭我把它移到 甘肅的龍南山 龍南山這段畫面 我真的是 最近我看過覺得最恐怖的 有個人拼命在橋上跑 他在跑什麼 他在跑什麼 觀眾朋友看 一直有人喊 你快跑快跑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好揭秘 原來後面的滾滾洪水 竟然不斷地衝刷那座橋 所有人看了都知道 那座橋壁垮 所以所有人都在說 小年快跑快跑快跑 結果果然那個橋 在他跑過去不到三秒 垮了 你看今天大家看的 是不是都比電影畫面 還要來得精熟 電影那些畫面 有些還都是假的 這都是真真實實的 發生在我們的人間社會 鄭州 鄭州我們曉得 720的陰影 2021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但是陰影始終擺不脫 因為鄭州不曉得 這就是海浪吧 我跟各位說 鄭州不曉得為什麼 只要每逢大雨 就變威尼斯 每逢大雨就變水都 你看這個人 他直接在旁邊看那一台機車勇士 為什麼說他勇士 那機車根本都已經滅頂了 他還在騎什麼 我也蠻佩服的 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他還能夠這樣 可能有勢必須要趕著去 這個不是跟我們昨天 高雄淹大水的那一部 特斯拉一樣嗎 那個主觀鏡頭 他已經變成船了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 從北到南 無風湯也很像風 太天貴在那裡 你再來看 天子腳下的北京 才是真正讓人心不安 既然天子腳下 首都北京應該沒事吧 沒有啊 這一次的這個強降雨 無一倖免 你去看 北京現在這個民眾拍到的畫面 他也講他說 颱風來了嗎 好像還沒來啊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強啊 我剛才說了 強降雨就夠可怕了 所以他躲在那個橋墩下 去拚命拍他那個市區的雨 你們看那個雨 那個雨是帶... 就是我們講的 帶方向的 他會直接往你這邊吹過來 因為風直接吹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說了 瑞隊流的旺盛 雷雨 暴雨 雷震雨 你去看天空 天空那個有民眾拍到 這是什麼 閃電五連邊 不夠... 閃電九連邊啊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閃電 簡直是啪... 可見那個隊流有多麼的旺盛 畫跟蜘蛛網一樣 一路蔓延出去 民眾在旁邊喊 說老天爺在天空甩皮邊嗎 是 甩電邊 好 你看到了這個北京 紫禁城耶 一樣是這樣的狀況 我告訴你 那我們從空中府看一下好不好 來 從空中府看 你看一下 你告訴我哪邊 這是北京啦 這是北京 哪邊是河流 哪邊是泥流 哪邊是馬路 你分不出來了吧 來 這個鏡頭更經典 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感覺就是這邊 怎麼好像全部都是醃成魚片了嘛 所以你去看 我剛剛說了 華北 華中 華東 華南 無一幸免 現在凱米颱風 又從福建的福田市登陸 如果雙面夾擊的話 我想下一波的防災 可能要更加慎重 被凱米颱風引進的 強烈西南氣流 紅台不然就騷過去 你就看到居然在高雄 煙藏了金艦特斯拉 電動車變電動船了 乘風破浪 網友形容 這簡直幫馬斯科做了 最強大的宣傳 特斯拉股價跌慘了 為什麼該緊張的 反而是中國電動車呢 今天 雨萱要來告訴大家 而當凱米颱風 從福州登陸之後 對於已經暴雨 洪災處處的中國 他們又怎麼能夠 騰得出手來防臺 災情 豈不可以雪上加霜嗎 劍哥這叫烏肉偏縫 連夜雨 船池又遇凱米風啊 為什麼 因為中國其實現在呢 已經是真的是地獄景象了 雖然美國說 都要對中國祭出地獄景象 來防範他的國防侵略 那事實上你看看中國有什麼 有暴雨 對不對 也有山洪 也有強對流 但各位來囉 也有颱風 這新增出來的 但偏偏在新疆那個地方 又有高溫 啊你這個不叫南繞北換 不是叫水生活了嗎 什麼氣流都一次都會發生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所以真的很慘 但現在為什麼講說 船池又遇凱米風 因為凱米即將已經要登陸到中國了 所以他們在預計說 第一 他是史上風雨排名第二強的 再第二 他恐怕呢 還會不會直接消散喔 上了內陸之後 他的消散速度會越來越慢 移動速度會越來越慢 反而分成兩股雲雨帶 在中國各地 是因為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的記者 也跟著我們台灣人記者 跟我們東盛記者 有學到一點皮毛 為什麼學到一點皮毛呢 當颱風要登陸的時候 結果他們竟然跑到 福建這個海邊喔 幹嘛 把自己綁著一個安全繩 做效果 然後就要把這個柵欄綁著 所以你看喔 他就一面被這個海浪一直打著 然後說強風豪雨 記者現在站不住啦 如果沒有這個安全繩 我還要端馬步 這個就有點多了兄弟 他說還要端馬步呢 我才能煩煩 可是你就知道 風雨真的很大 而且甚至他們講最大的風力 你以為被中央山脈摧毀過之後 就消散了沒有 還是高達12級之高 這個是從福州登陸 肆虐福建的凱米 不要忘了幾天前 有一個更南方上來的 哇 這個巴比倫 那畫面也很恐怖啊 對 因為大家現在講說 凱米呢即將要發威了 但是過去呢 我們講中國還活在 颱風的夢魘裡面 因為前陣子才來了一個 巴比倫颱風 那時候廣西有一個叫 繞州島 可是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有民眾的很皮 在海邊呢 還在騎機車 然後騎機車之後騎著騎著 你看喔 仔細看 海浪先衝一下他的輪胎 想說沒關係 我勇往之前乘風波浪 再往前 你看喔 真的是整個機車被海浪 直接往旁邊打 嚇到他連動都不敢動了 因為這太危險了嘛 你明明知道海浪會一直打過來 但你就知道這個風涌風浪 颱風來是有多可怕 甚至呢 我們講繞州這個地方呢 店家更倒楣了 為什麼 因為有一名女子突然傳來一聲 一聲尖叫 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呢 他就把門打開 原本想要掃水 結果沒想到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再看一張畫面 海浪呢 直接衝進來 從海邊沙灘 衝到我的家裡面 完啦 我全家全部都得泡水了 那我們剛才講說 你其實你都講這種海邊地方 那沒關係 我們講高級的豪宅可不可以 可以 鄭州呢 他有一個別墅區 結果別墅區來 各位 請問一下 你看起來像別墅區嗎 不像 像說水都威尼斯 直接變成了到處都是游泳池 你看 整台車子裡面泡在水裡面 那是哪來這麼多水 就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整個鄉行車往上浮了一下 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水實在太高了 浮起來了 對 所以你看到整個走在道路上 都我們講 雪如溺水行舟 真的是開車颱風天都像行舟一樣 好 鄭州 你知道鄭州實在很慘 鄭州之前乾就乾那個要死 然後淹水淹到現在 一波又一波 怎麼這麼沒完沒了啊 各位 但我講淹水這個叫做風災 這個叫天災 但我看完這個呢 我實在不知道是天災還是冷風 為什麼 因為鄭州呢 有一個美容美化的火車站 你看一下這個火車站 這上面什麼情況啊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結果搞得變成跟水連洞一樣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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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漏水 所以各位啊 這個東西你就不能怪颱風了 你看看這個設計 這個像是外面下雨 不是啊 這是室內啊 而且這個火車還在下客人耶 對嘛所以你想想看你走進這個火車裡面 你會有一種奇幻的感覺 Bilibaba 下面還有配音效搞什麼東西 但不只這樣 我們講的鄭州呢 大家知道一下鋼漢 一下呢我們講的下大雨 但甘肅這個地方呢 只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又甘肅撘南寺 am0 他想要什麼 冒險犯難 想說沒事情 我家人在對待 我趕快跑過去 所以你看啊 他一邊跑x10 接下來就是好萊塢的大場面 為什麼 等他跑完之後 那整個橋就被山洪 整個都抓抓去 直接被衝垮了 所以他一邊跑 後面一直蹦 一直蹦 一直蹦 不講你什麼好萊塢的笑片 所以各位啊 台風天喔 真的不要硬做一些事情太危險了 去為大家每一天 挖 真 像